在杨明的传信录当中学养心的功夫 我们仍然在《陈九川路》里 看第十六节 这个第十六节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有意蜀官 这个人也做官 王阳明也在做官 他恰好是杨明的下级 所以是王阳明的蜀官 因久听讲先生之学 他听了蛮长时间了 听杨明讲他的心血 说了这样的话 此学甚好 只是部署 宋玉凡难 不得为学 我实在没空 我的功务繁荣 他做这个蜀官 这个官呢 在杨明里呢 有部署公务要处理 又有送欲 就有人来 来诉讼 那么他要判案 这样忙得很啊 所以说在没功夫学 这话后来被杨明听到了 杨明就跟他讲话了 我何尝 教儿 就是你 我如何叫你 离了 部署送欲 悬空去讲学 把公务扔在边上 悬空去讲学 我何尝这样教你了 而既有官司之事 便从官司的事上 为学 才是真 格物 然后底下就说明 为什么 如问一个慈颂 有人暗指地上 来了 你不是面对慈祥吗 你要做圣堂了 圣堂 让原告被告都一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因其应付无状 起个怒心 有时候我们遇到 被告或原告 他上来说话 应付不像个样子 应付无状 一个说话说不清楚 一个那个样子萎缩 或者是没有礼貌 是吧 或者喧嚣 在堂内咆哮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 你不是恨了吗 他在那里发急 哇哇叫都可能 这叫应付无状 你便起个怒心 不可以的 不可因他言语远转 便生个喜经 也不行 有的人前来诉讼 来说话言辞爽利 说得很远转 对待你们也恭恭敬敬敬的 这样的人你便喜欢了 不可恶其 不可悟其嘱托 他来诉讼子前 先脱了人了 想要打通你这个关节 你因为是亲政的官员 你就 恨这种做法 是吧 加以自制 你对他的惩罚过了 不可因其请求 他委婉的哀求你 你呢 好像同情他了 许易从之 不可因自己事物繁荣 随意的苟且断之 太忙了 这个事情就随便断一断吧 不可因旁人 监毁 罗子 旁人 对某原告或被告 就说了许多诋毁他的话 你就听从别人的意思了 谁能意识处之 这许多意思皆失 这一点你本是知道的 执耳自知 你心里自己能明白 须 惊细性差克制 把你的失意 把你的失心 把你的那个 由于别人的表现的不同 或喜或怒的心 要什么 性差克制 唯恐死心 有一丝 天意 妄人 是非 杨明说得很好 一个判案的人 会不会这样 完全可能这样 人与人 交道就有情感在其中 你遇到一个人 上来就跟你 恭恭敬敬的 恭敬有礼 言语远转 你很舒服 那么 你就喜欢了 喜欢了你的情感 就向他那里偏了 随时可能 不管是判案的 就像 某企业 要招员工 是吧 那么也要interview 那叫面试 那你做过企业的面试官吗 若做过 你会回想一下 你是不是也会 受影响 毕业生 前来恭恭敬敬的 去个公 把他的这个 建立递上来 把自己说的 这也行 那也行 你就相信了吗 一定就 就那两个 比方说 能招两个人 许多人来面试 你如何做取舍 这个取舍当中 难免有你的 私情私意 参杂其中 这事就做错了 对吧 这正是格物的时候 要性差 克制 自己的私意 这便是格物自治 不属受欲之间 无非实学 若离了事物 维学 却是中空 开始强调了一点 不离日用常行内 我们在日用常行内 我们就要让天理 在我们的日用常行内 呈现 妨碍我们让天理 呈现的时候 我们收费了 我们的良知 受了那份 情感的 私情的影响 闲思杂吕一进来 私情就做坏了 不能成为天理的呈现 所以格物 的功夫 不就是在那种常行内 我们每天都遇到格物 但我们就过美格 只是把事情做了 做事情做的时候 也 自己没有心差 实际上有多少 自己不知道的私意 掺杂其中了 这就是要下功夫的时候 对我们做事情的整个过程 我们的情感的变化 要有一个心差 你判案为的是公正 这个当事人可能有不同的特点 不同的性格 那么你不能因此影响你公正的判案 不知道你不要做判案 判案是 这不就是你的日常工作吗 你就在你的日常工作里面学嘛 哪有离开日常工作 离开日常生活 专门去学的 那叫着空 所以读传续录 的这个大的好处 这是对我们凭着做事 立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很重要的标准 就自知 自良知 在格物中 也就是那良知呈现 现在要有一个诚意 比方说我是衙门的支县 县衙门自作支县的 这是个观者吧 这个观者你做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诚意 我在这块地方 我担担相当大的责任 这一方的老百姓的生活 除了矛盾 除了纠纷 我这个观者必须是处理它的 别把这观者想看成是 自己的社会地位 看成是自己的 这个抓获得千财的机会 做官然后发财 有了这个诚意 然后你去格物 就做事情了 担任好你这个职业的工作 那就诚意通过你这个功夫 实现了 那格物力气成 所以两者的关系 第一要拿定主义 主义不能拿错了 这叫诚意 然后通过格物来把这 成立起来 这就是良知识学 不是着空的讲论 不是另一段时间去学 学归学 做事情归做事情 分成两个领域 这就错了 好就到这里 演员 更 Effec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